大家好,我是梅儿,欢迎又再次回到梅儿的飞行记录器 刚才跟大家聊到,他们这个新闻报道会五年前报道一个人 那五年后又继续报道这个街友的生活 然后他报道了两位街友,五年前为什么会变成街友 然后五年后他重新又开始过生活 那其中有一位街友呢,他就是因为他真的是工作的问题 他后来失业以后,然后他没有办法再找到这个适合他工作 以至于他这个富不齐房租,他就在街头,在路上,在街头过生活 然后这五年后报道他的时候,他就报道他后来还是决定去这个收容中心过生活 那收容中心当然也不是大家所想象是非常的大或什么 因为收容中心是必须要跟大家一起共同生活的 不过他有说的就是说,其实他一开始非常不习惯 因为少了所有的自由自在 那但是后来呢,后来呢,他还是觉得说 他还是可以有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他还是觉得是还不错的 那另外一个街友呢,就是采访另外一个街友 因为这个生活的一些困难 也在这个五年前在这个街头,在这个巴黎近郊的这个森林里头 森林里头搭个帐篷就过生活 那这个森林里头过生活的,当然是很辛苦的 那后来也报道他五年之后呢,因缘际会呢 认识到一个帮助他的女孩子 然后他现在呢,也跟这个女孩子一起生活 然后他现在生活里面,他其实也是 终于有一把自己可以开门的钥匙 然后呢,他这个新闻报道里面 他采访了一些哦,愿意到这个收容中心 休息睡觉的人 那其中有一位先生说了一些话 让我感觉很感动 他说了哦 其实外面的冷啊 外面的很冬啊 很僵啊,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对于我们这些哦 街友SDF 他们早就习惯那种非常冷的冬天 那他们,他就说啦 他说其实呢,在寒冷的冬夜 保持,呃,怎么样不会冷 好,秘诀就是什么 尽量不要睡觉,哦,醒着 哦,以保持体温不会冷 然后呢,他又讲了一句话哦 他就说,事实上令人感觉更寒冷的事情是 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伴侣 没有一个温暖的拥抱跟臂膀 还有那个一个人 姑姑甘恩的心 哦,对,所以这位 呃,街友哦,所讲这句话 这些话他真的让我觉得很 很触动 其实外面的冷都真的 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 其实最冷的是 没有一个依靠的伴 温暖的拥抱 还有自己孤孤单单的一个生活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国哦 这个我刚才为什么到这个冬天的时候哦 爱心参访或是一些民间社团 其实除了爱心参访 还有所谓的食物银行哦 这些就是很多很多这个天主 还有一些很多的社团活动 民间的社团活动都是在帮忙做这些事情 那他们的政府 市政府也会像我刚才说的哦 定期的这个晚上到这个街街上 或者在这个森林里面去找这些哦 可能一个人孤独生活的老人 或者是孤独生活的街友 那这个爱心参访呢 从这个1985年成立到现在呢 他们就是持续的为这个社会底层的人 弱势者分送所谓的温暖心 温暖胃的食物 然后呢他们很多的工作人员 都是所谓的志工哦 义工的性质 然后呢他们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帮助 那很多被这个爱心参访的人帮助过了以后 他也开始加入的义工的义工的活动 继续继续的来帮助这个社会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这个国律师啊 他这个爱心参访的创始人 虽然他在1985年创始了这个爱心参访 哦然后他在隔年的隔年的过了几个月以后 他就因为车祸离开了人世哦 那可是呢很多人都继续的以个 成立这个爱心参访的这种心理的心意 继续为为这些哦哦法国德国跟彼律师要帮助的人做更多的服务跟尊重 嗯好啊所以今天呢就是从这个法国冬天现在非常非常的冷 零下十度哦到零下二十度的时间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非常有法式精神的呃一个社团 民间社团叫做爱心参访 那希望呢大家能够呃在这个还冷的时间呢 想一下哦在我们的身边呢是不是有一些哦 哦他们可能是不得已而而而而没有工作或者是而沦落街头的人 哦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呃最基本的尊重 跟一些帮助他们的暖他们的心 暖他们的味的食物 而且能够呃给他们一些呃小小的帮助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哦 我们下礼拜见 Au revoir C'est belle Il fallait y songer Salut en l'air A Saint Germain Les Prés A Instant Aing A A A